各位观众 各位企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2020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的季后赛 那么我是王瑞 今天很高兴的是请到了周和阳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围棲顶级赛事的季后赛 周老师您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那么周老师 这个围棲经过这个15轮常规赛的争夺之后 应该说是大家有一个全新的排名 那么这个排名也是在昨天尘埃落定了 那么我们也是先看一下这个积分榜的情况 现在看到的是前八名 前八名也就是征冠区排在首位的成都仪景控股队 也是坐镇组场取得很好的成绩 以33分排名首位 那么这八位八名队伍就是保级区的队伍 这个浙江题材队非常可惜 当了首门员还在第九位 这个季后赛是一个全新的赛制是吧 是 和以往不太一样 那么我们一会儿在讲期过程中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全新的赛制 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这两次队伍的分别是西藏福康队对重庆队 这就是今天的现场画面 对 这也是我们季前赛的季后赛 季后赛的这个首轮 这是西藏队的蔡靖 这是谢赫 这也是我们非常有名的国手 是 重庆队的大将 那么很巧哈 昨天是第十五轮常规赛 那么正好也是这两支队伍交手 西藏队重庆 昨天的成绩是西藏2比2主将战胜了重庆队 这是李祥宇 重庆队的李祥宇 这个他对着电脑下呢 应该是应该是对上了外援 对 外援江东润吧 重庆队也是曾经的维甲霸主啊 也是获得维甲最多的队伍了 维甲冠军最多队伍 九连贯 九贯 五连贯 这是拖家西 这是拖家西 现在应该去年还是代表北京队 今年他们应该是代表了西藏福康队 这是杨鼎心 这是重庆队现在可以说是铁定的主将 现在等级分也是排在中国 等级分排在第二位 我们整体的队友下的都还不错 前面的队伍水平都很接近 然后一直到今天才分出前八名吧 今年跟李宣豪新男王输给他了 今天是一盘慢起 然后自己经历一下好自己的棋 然后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吧 其实今年我们的目标就是争取金钱吧 因为去年是刚好在第九嘛 然后没进到那个征冠组 前面几轮下的不错 就是有一度甚至排名都在前三 所以说最后 不过最后能进了还是总体还是满意的 跟陈杨卫老师下的 下过可能六七八八 应该还是输的比较多一点 可能抱着那个学习的心态吧 刚才看到的也是今天两位棋手的一个简短的采访 对 可以看出能进入这个征冠区 我觉得对两个队伍来说就是一种胜利了 是是是 我记得是这个鼓励九段昨天下完棋之后 还发条这个微博就感慨啊 真的是心脏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是 因为太紧张了 对 鼓励现在已经作为教练了 已经不用亲自上场 但是他还是应该 感觉上应该比他当这个运动员的时候更加紧张 是 那周老师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棋举吧 好的好的 这盘棋 对 你先好选择这个吃黑棋 对 好 做了一个小木 昨天呢 这个西藏队重庆 但是这两位棋手没有相遇 但他们是分别战胜了各自的对手 应该说 这个气势还是不错的啊 对对对 昨天都获胜了 对 低挂 低挂 然后现在是白棋选择尖顶 对 尖顶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下法 以前的话会觉得这个下法是一个比较俗的一个下法 但是最近还是 也是人工智能比较推荐的一个下法 对 人工智能 其实这个定式和这个我们说高位挂的话 然后白棋选择这个拖 其实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啊 就是这个搬退 这就是最常见的脱退定式 对对对 跟这个定式是有一些相似的 这样我们也是猜过去 现在无非就是这个地方白棋多进来一路 对 当然脱退定式现在好像普遍都是喜欢白棋的人多一些 实地上更可观 是 所以说黑棋应该说如果说能洗 所以现在为什么下低挂人多 就是说这样的应该是确实比脱退那个形状 选择喜欢黑棋的人会多一些 这样的话白棋少爬了一路 少爬一路 白棋虽然木少一点 是木少一点 其实别的也没什么影响 但是黑棋是不是也没刚才那么厚啊 对对对 各有利弊 各有利弊 对 所以现在这个定式好像大家也是使用的比较多 是比较多 接下来白棋点33 这也是人工智能非常喜欢的一个下法 对 现在就是AI时代典型的一个开局 对 在以往我们要下的话 肯定是会选择这个这边挂脚 无论是低挂还是高挂 这都是应该是首选 是 以前是认为这个小木的挂脚手脚是 其实优于腥味的 对 而且小木的挂脚 这个肯定是也比腥味的挂脚更急一些 是 这都是老的理论 但是现在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 对 现在都已经跳过这个挂脚了 直接现在就是点33了 这个点33是现在最流行的一个下法 对 黑棋现在也是选择党外面 这个也是 应该说两个党都可以 但是近期 以前的老理论肯定是挡在这边 但是现在大家还是 如果想发展这边 还挡在外面的比较多一些 是 以前觉得想要发展这个右边 肯定是挡在另外一个方向 挡在这边 这样符合棋里 对 这个我想电视机前的这个棋友们 应该是对这个人工智能都比较了解了 现在这些下法 我们也 也就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就行 这两挡其实都可以 都没问题 对 那么挡毛白棋爬是必然的下法 对 这个还是必须在爬的 这个如果不爬 这个被人一拐就死掉了 是 下面黑棋是选择飞 飞一个 飞一个也是 应该说这边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下法 当然又有长 长的话 一般来说白棋这边是白子的话 会选择长多一些 是 但这边有黑子的话 是可以下得更加强硬一些 可以选择飞 然后接下来白棋是现在顶了 顶了斑 顶了斑 这样 这也是很常见的 也是现在流行的变化 对 这个飞的情况下 一般来说 它是有一点点担心人家 就是白棋如果能拖是 也是一个反击的手段 单拖的话会不会形成 米式飞刀 对对对 这样黑棋 因为它这边有个子 大概它是有一些担心 这个对手 这个 这个争子是什么情况 争子现在 各有好处 这个这个现在是 我看看这个针子 会和这个针子有关系 是吧 对 断上去 一般选择米式飞刀的话 首先先看看针子 对 是不是有力 会和这个针子 对 针子关系 长出来的话 很大 这个如果针子不来就得压 对 压这个是吧 这个 不是如果黑棋针子有力 应该是直接虎进去 大概就可以了 如果直接针子有力的话 这样你打了 就是 如果针子直接有力 这个黑棋可以吃在这 应该是白棋针子有力 这边挂到了 但是 应该能再打一下 这个我们初初的看一下 增掉了 好像是从这 对从这儿增掉了 所以如果是这么下的话 黑棋应该会显得压 这个地方是跟针子 还是有一些关系的 对 压这个 压就后面就比较负责 就是下发就比较多了 那就另外一盘棋了 这个地方 我们的棋友 稍微知道一下就行了 接下来大概会选择 择的话 黑棋有栈有虎 下发比较多 还有择上面 这个下发非常多 这个地方 我觉得棋友们的策略 就是如果你是对这个 很熟悉的话 你可以 就下得激烈一些 如果你不是很熟悉的话 还是选择就是 实战的顶了班比较好 是 以前我们说 这个传统的 传统下发 有三大难解定式 是吧 现在我觉得 这个米诗飞刀 应该是一个 新型的 难解定式之一了 对 以前是有大斜定式 雪崩 雪崩 腰刀 腰刀 这个比较复杂 对 但现在这个定式 应该是更加复杂 应该是 是 好 我们看他的实战 实战 白棋 陈肖叶没有选择这个 有可能形成 米诗废刀的下法 直接顶一个班 还是相对的简化 对 陈肖叶的棋风 还是比较稳健的 陈肖叶他棋风 好像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就是他在他这个十几岁的时候 就是刚刚这个出出茅庐的时候 特别酷外实地 对 就是他先捞后洗 这个风格 我觉得还是挺明显的 挺强烈的 后来呢 慢慢的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 好像慢慢变得更均衡一些了 是吧 有这个 对 大局观这个 越发的好了 因为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 他这个 他精力肯定就是越来越 越就是算不了那么快了 对 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呢 他这种就是会算得比较快一些 然后呢 尤其下的后半盘 他陈肖叶的棺子非常好 所以说他 他可以下的更激烈一些 或者更那个什么 旗下的紧一点 对对对 现在呢 他应该是 我们刚刚看他的那个片化 他现在都 那个显得很 有白头发了 陈肖叶 这个八九年出生 对对对 现在八零后在维甲当中 好像要算老将了 是不是 陈肖叶现在肯定是老将 而且是毫无疑问的 这个大哥级的选手 可能前几名了 从年龄来排的话 也是前几名 对 那么他的对手 李轩豪呢 刚才我们如果看那个 片化的时候 应该看到李轩豪 还是非常帅气的 年轻帅气的一位 这个重庆棋手 他也就是重庆本地人 是 而且李轩豪 95年出生 今年25岁 应该是我印象中 他从14岁开始就下围甲了 还是挺早出道的 而且一直就代表重庆队 对 这个还是在现在的这个维甲队中 还是比较少见的 就是本地人又一直代表自己的这个队伍参加 这个是 重庆 重庆队我们也说是一个曾经非常辉煌的队伍 是是是是是 重庆队最应该最好的时候 一开局是 唯甲一开始是五连贯 五连贯 对 我印象中好像贺阳老师也是 当时就在 对对对 为重庆队效力吧 对对对 我是第二届参加了这个重庆队 然后和鼓励 当时我们有不少大将 这个 当然这个 现在重庆队应该 我还是希望他们更加加油 对 您也是见证了他的辉煌 对对对 我觉得现在重庆应该是个折服期吧 对对对 好我们来看他实战 好 黑棋是现在是搬这个 搬这个还是一个一个巧手 这个地方如果直接长呢 那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这个这个就太普通的一个定式了 这个没什么了不起的 所以所以他搬的用意 他其实是瞄着什么 就是你挡着了之后 这地方有段有 可以就是最简单是可以连搬下去 他是在这 那你没有这个搬呢 你要直接连搬的话 这个白棋一定是把他打死的 这样就是有点亏 对 老丁是好像还有人确实是连搬的 然后什么再拐打提掉 但现在都没有这个下法了 实战呢 他是先搬 白棋是搬住 然后黑棋是应该是断了吧 这个棋 它上面先挂脚 先挂脚了 它是挂脚了 这个时候 它没先搬 这个地方摆错了 它是先挂脚 对 先挂脚 先问一下 先等了一下 对 这先等了一下 交换了之后 它再 再搬脚 再搬脚 这个就是还是瞄着这边的 要行动了 对 搬了之后 可以连搬 是吧 可以连搬 也可以断 这个两个都可以 这个下法 是 实战它是断上去的 实战它是断上去的 断上去 它就是更紧凑一些 连搬也没问题 连搬的话 现在白棋也是要吃这个 这样的黑棋也要吃回来 所以它实际上就干脆就先断 如果你打的话 它总好的 它就再打下来 它就打到目的了 对 刚才那个断和白棋打吃交换 黑棋便宜了 反正它不管怎么黑棋 打到目的了 我就把你搬下来了 我比我们刚才说爬呀 不是长的话 被人爬几下 肯定总是好的嘛 我直接就把这个头 给你分布了 是 然后这盘棋是白棋 是开始反击了 白棋是二路断打 二路打吃 这个是最强的一种 反击的一种态度 这样黑棋搂打 搂打 这个也是一个 人工智能比较喜欢下的 一个定式 对 这应该大家 我觉得耳熟能详了 非常常见 这个地方 我觉得比较注意的是 黑棋这个打吃 还是 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下法 这个地方 我们很多棋友要稍微注意 我想有很多棋友会觉得 长一个也可以吃掉这个字 但长的话 白棋出来的话 看上去它的效率很高 但是其实这个断点 还是没防住 这个黑棋还是要补这个断点 这样 如果不补的话 这一段 还是黑棋 无法招架 因为你上面吃的话 我可以下面爬 所以这个断点是还是存在的 所以黑棋呢 相当于是先把下面这个走得干净一些 对 走好一边 然后接下来黑棋 也是下一步 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手机 走在这个飞 对 这个飞也是 也是非常的漂亮啊 有点天外飞仙的感觉 可惜的是这部棋 黑棋应该不是我们人类起手线下出来的 这也是AI推荐的下法 对对对对 这个时候因为它 争子不利是吧 如果能够争子有利 它直接吃这个效率是最高的 是是是是 但是白棋之所以选择这个变化也是看到了争子 这个它又跑出来 对 所以黑棋呢是飞 飞 这种 若寂若离的下法好像就 AI特别擅长 是是是 这幅感觉真的是很独特 另外它也确实有很深的计算在里头 这个地方白棋本身是 就是说我们争子有利 其实本身它是可以考虑这么搬的 但这个地方黑棋呢 它是还是有这个后续手段 这样如果这么下的话 虽然争不掉它 这时候千万不要去就这三个字 就这三个字 这白棋滚完一圈 这个黑棋不好 这个本人打一头这样不好 这时候黑棋的最佳下法 这个时候是怎么样 我气死 转身了 给你来个包夹 对 这样白棋吃这三个字并不满意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留了一个破绽 但是呢 不怕白棋的反击 白棋将来呢 也大概率不会搬着吃 对对对 白棋比较狠的 应该是想顶出来 对 这个地方 就是要能动手的话 是顶出来是最有力的 这番棋呢 是双方都是 这边又是 点到为止啊 选择这个挂 对 这个还是大厂 对 这个挂非常非常 还是非常大的 就是白棋高挂的时候 现在的棋呢 一般小木高挂 好像 我觉得十盘有八盘 都是选择拖 对 是是是是 这盘也不例外 对 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学期的话 像这种棋 应该说 基本上 我的第一杆都是走什么 都是走这个 走上面 都是走上面 因为我们学期的理论 都是要要呼应 扩张 对 要互相呼应 那这个靠上来的话 明显是跟这个上面是能有所呼应 对 但是呢 这个现在的棋呢 都是喜欢 都是喜欢拖在下面 当然这个 我猜测像这种的 这种布局啊 他们都应该在平时 在人工智能上都有练过 对 所以说这种棋 他们大概是 这个人工智能 已经告诉他们 这个并不见得好 提前做过功课的 这都是平时训练的内容 对 这盘棋 它是选择的拖 选择拖 白棋选择这边 第一个 现在白棋如果搬下来 那这样黑棋退 这样子也是一个 完成拖对听式 这个时候 这样子是不是白棋 黑棋尖吧 白棋这样的配置 周老师您觉得 有点 白棋是不是有点不太满意 对对对 有点窄 我们一般会说 这边头有点低 这样配合这边 发展潜力不够大 确实黑棋这边的潜力 应该是大于白棋这边的 所以说是想往这边下 但是我就是 如果我下 我还是很喜欢往这边靠 这个就是这样 其实我要是推荐我们旗友 就是我们旗友 其实我觉得人工智能 这个就是 他们推荐的招法 其实比较适合 那个职业骑手 但是我觉得不见得适合 我们很多这个业余旗友 还是要选大家 这个自己擅长 对对对对 反正我推荐业余 我们旗友们 我是推荐他们往这边靠 这样扩大这边 它搬的话 它如果搬 你可以长 也可以退 这个不管怎么说 你往这边扩张就完了 对 这个是容易掌握的 但这盘棋呢 那这个这个两位高手 是选择这个下 白棋是选择的 也是我往这边 往这边那个 这边转身 对 这样呢 如果说黑棋长 是吧 就有可能形成 我们刚才说的 就以前传统的认为 比较复杂的 难解定式之一的 雪崩定式 但是现在AI呢 也是 AI又告诉我们了 说没必要下雪崩 对对对 就出现这样的形状的时候 你就立下 对对 或者粘是吧 总之就是选择一个 简明的变化 黑棋其实就不错 对对对 现在确实是下 就是黑棋走这个场 走这个雪崩定式 确实有点少了 这盘棋是陈耀业 不是这是 这盘棋是 李轩豪 李轩豪是选择了一个 另一个 这步棋 确实是比较沉稳 在以前 这种下法 肯定是要被老师骂的 这样有点太贪实地了 对对对 就是或者说 两边配合不上 有这种感觉 但是呢 现在 还是我们说的 人工智能的话 他们有这样的推 就是有这样的推荐 所以现在 理论也是在进步 也在变化 是是是 这样子白棋长 应该是必然的 这个头还是很大 对 黑棋拐 拐一个 这也是一个非常老的定式 对 拐完之后 飞出来 这个时候不能跳 这时候跳的话 明显是有冲断 对 有冲断 是吧 这个冲完这 断点太多 这个受不了 所以他选拐是非 下的是很稳健 这个棋 李轩豪 李轩豪 对陈耀夜的战绩还不错 刚才陈耀夜说了 就最近一盘在新南王上 是李轩豪获胜 我看好像在新南王之前 他们俩为甲也下过 就最近两盘都是李轩豪获胜的 然后总的战绩呢 两个倒是不相上下 基本上差不多 所以从心理上来说 可能陈耀夜毕竟等级分高嘛 又是三贯王啊 陈耀夜是我们世界冠军三贯王 总是想要 在这个关键时刻 要给队里立功嘛 对对对 因为今天这一轮 是比较关键的 之前我们都说是 这个继前赛 都是 常规赛 常规赛 或者你输了这一轮 没什么关系 后面再赢回来 那他今天 他们是首轮 这个季后赛首轮相遇 那这个今天输赢 之后都是淘汰赛了 正好我们也给大家 聊聊这个季后赛 季后赛 我们以前的这个维加联赛 基本都是一个双循环 是吧 左老师那会下都是双循环 对对对 就是完全是一个积分循环 就是都是常规赛 反正大家比谁的分多就行 对 那样的话 虽然就说 偶然性会少一些 但是也有一问题 就是有可能 下到最后 这个冠军和将级 都已经提前一两轮 就定下来了 是这样的 所以也是为了 增加更多的悬念 现在维加改制 就是分为常规赛和季后赛 我们昨天是前15轮 常规赛就是尘埃落定 那么就按照这个排名 就分为前八名 就是夺冠区 后八名是保级区 然后今天就进入了季后赛 季后赛 它总的来说 实际上是一个 叫做阶梯挑战制 我觉得是这样子 那么今天在保级区 在这个争冠区 就是五六七八名 这四支队伍是捉队厮杀 应该是五六七名 西藏队是第六名 重庆队是第七名 西藏队第六 重庆队第七名 然后他们这两队 是捉队厮杀 然后第五名 对第八名 然后这一轮 是分两个回合 今天是第一回合 第一回合之后 明天休息一天 然后后天是第二回合 根据他们的两轮的总比分 得分高的队伍就晋级 就有点像淘汰赛 而且后面的比赛 是越来越重要 比前面的要重要 像我们那时候 下的这种常规赛 就是下完的话 我印象中 我第二阶的维甲联赛的时候 我们提前三轮就夺冠了 你们太强大了 然后后面三轮全输 也是拿冠军 就有点失去悬念了 是是是 所以现在这个改革 应该是对这个赛制 应该是越到后面越激烈 没错 不到最后一轮 是见不出冠军的 那么现在这个 今天有八只队伍在对局 那么你看一二名 三四名的队伍 就可以这个叫以一代劳 是吧 尤其是一二名队伍 可以一直等到 这个下面队伍打上来 然后和他们进行这个比拼 但是从这个叫保级区来说呢 可能又是另外一番光景了 保级队是这样子 今天呢就是九十十一十二 这四只队伍先捉队厮杀 获胜的队伍也是下两轮 是吧 两回合 获胜的队伍可以宣布上岸 保级成功 这个输掉队伍呢 就向下一集继续挑战 那么呢 第十五第十六名的队伍 他们虽然也是以一代劳 但是这个心情和这个一二名队伍 完全不一样 是吧 因为你九十十一十二 你大概有三次机会 有三次点球 是吧 那么你最后排名两 最后两名队伍呢 实际上是最后就是 这个一场定胜负了 对 不管怎么说是 越到后面是越刺激 对 好 我们还是回到七局 下车之后 白其实还是在这边走了一首 这首棋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点 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棋一直不下的话 这个地方推荐起我们是 是下在这里 这个有一个这样一个下方 这样他下一步再瞄着跳 慢慢的也这个挤压这块白棋 对 这个地方就起我们稍微可以记着一下 这个是这么下 不过他这个地方是没有穿向样的 穿的话他可以冲断 就在这 所以白棋呢 他现在是选择飞一个 飞一个也是这个高手们 特别喜欢下的一个选点 另外他是慢慢慢慢的 他是瞄着这个顶出来 对 这个绝对是有一首棋价值的 是 接下来黑棋是 黑棋是好像是在那 他是正常想的话 是应该要 是不是在这一带开 在这边 是这里吗 对 这个地方黑棋的选点 还是有一些 就是 还是很神奇的一个选点 这个要是我猜的话 是猜不到的 我们一般说像这样的棋形 很容易想到的是点方 一般我们也是老师教的 能点方还是要点方这一首 但是他这盘棋 这也是一般是大家的第一感 对 大概是我猜测 他是还是比较注重这边的发展 他大概是怕对方是这么 白棋也要反击 对 这样他觉得这边 他是比较想看中这边的实地 有点落空了 是吧 黑棋 但这样的 黑棋可以相当于有攻势 这样捕之后 还可以再点方 这是另外一个下法 对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李先豪这盘棋下的是 很稳 因为我印象中 这个陈耀业 他是以官子著称的 官子很好 所以像我那时候 跟陈耀业下的话 特别害怕下到后半盘 是吗 就是一到后半盘 他就开始发挥了 对对对 他的官子非常好 胜率比较高 是是是 所以说 但是你能看出 就是你刚才说 李先豪是近期对他 陈耀业 成绩不错 成绩不错 对 他下得很稳健 白棋是 掉在这里 其实如果去读他的话 也是下一首再点 就很厉害了 那肯定的 那我本来想直接就点 再等一首 那你如果不走 肯定是要点 做一首准备 对对 这首棋也是间接地 呼应一下上面黑棋 另外一个 它大概是有点 要防住这个顶的问题 对顶出来 这个地方 如果直接补 确实是效率太低了 所以它大概是 确实是有这个用意在这 是的 在这里 那么看白棋怎么防 白棋 如果这么跳 是不是 本手 真的说这样下是本手 会不会太稳健了一点 有点稳健 所以说陈耀业是选择了一个 还是比这部棋 更积极的一个下法 对 但这部棋 也是堂当正正 我觉得 防止他这个点方 但这部棋 更积极一些 是 这样子黑棋 就压起来 对黑棋来说 也能接受 是吧 黑棋 这个就是 看棋风了 一般来说 如果是攻击型的选手 比如说 我们说重庆对古力的话 如果古力上 我猜说他绝对不会下这张鞋 这个对他来说 他是属于力量比较大的人 那个棋手 他一定不会就是放过白棋 就让白棋这么安定的 就做活 他肯定不干 古力也是重庆维席的名片 古力九段 现在好像主要是 担任教练员的角色 对 一直在这个 督战他的队员 所以他前面就说 他真的是很受煎熬 因为重庆对成绩比较好的时候 是就在成都队 在成都这个成都站 最好排到第二位呢 对对对 然后每一轮就往下下滑一辆面 一直到这个第十四轮 跌到了第七位 就马上就要跌入前八了 好在最后一轮止住了 对 好在应该是常规赛结束了 可以进入到季后赛了 对 但是这种教练员和这个 运动员的心态 确实不太一样 这个你如果是鼓励一下的话 他看到这种棋 他肯定要要要要很 这个哎呀 这个这个怎么能不去攻他呢 是不是 但是这就是棋风的问题 这个时候没有飞 这个棋又去拖在上面 对 抢失地 但是黑棋是拖在上面 这个是就算便宜了几个 这个地方 这个拖了斑也是AI的招法 不是在二路小飞 对 它是粘的 还糊的 这都一样 一样的 这个地方白棋下的还是挺稳健的 这个就是简单定型一下 对 这个棋 是双方是就是交换了一下 黑棋应该说还是选择了这个 这个下法很实惠 对对 还是选这个实地上还是挺可观的 白棋呢 就是说是看中外边 就是外面拐了一下 这个地方 接下来白棋 应该说是蓄谋已久 但是这个时候顶出来 确实是有点让人大吃一惊 这时候顶会不会 因为这边多了三个子是吧 对对对 多了三个子 现在再顶出来 就是感觉有点欺负人了 会不会有点凄近了 这个黑棋就是很明确 这个地方加了三个子 其实它主要就是防这个顶出来 但是对手呢 明知这个山有虎 还偏向虎山形 这个确实是 如果我是黑棋的话 我看白棋这么顶出来 我肯定是第一眼是要瞪大眼睛 这个绝对想不到 就有点太过分了 也不是说不过分 就是过不过分说不清楚 但是你肯定想不到 对不对 这个地方 这个白 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决议推荐 就这时候其实还是说顶 可能是有点过于积极了 他是建议飞上来 他是还是想扩张上面 对 这是决议给的一个变化 就这个点还是一个要点 这样的话黑棋是吊在这 吊在这 吊在这 白棋跳出来 然后这么进行的话 白棋多了一个子之后 白棋是从这里压出来 这个决议是这么动出来的 但是这个黑棋是 应该也是一场乱战 走完之后黑棋再 再靠这个 如果这样进行的话 这个胜率黑棋是46 就是还是 应该说还是一个军事 对 是一个军事 但是这样的动出来 就是说白棋是这样 多了一个跳的一个 一个帮手 所以说这边也许作战起来 会有一些帮助 对 也许决议是觉得 像实战这样直接顶出来 还是有些过急了 好着过急了 不管怎么说 实战直接顶出来 确实是让对手是想不到的 因为陈耀业其实在成都战 战绩还是不错 到昨天那有五连胜 那状态还是不错的 对 包括像西藏队 一支年轻的队伍 能够在常规赛下到 前六名的成绩 我觉得这个陈耀业肯定是 功臣 主要得分手 是 这个时候白棋顶的话 确实是有点想不到 时间顶出来 黑棋这个只有反击 只能挡 走别队 走别队 没法走 只有挡 这个棋如果说 你说我棋子 搬这个 这个棋白棋 可以吃之前 还能再冲你一下 这个确实是 没法再弃了 这个黑棋 这个跟我们刚才说 那个打了加的图比的话 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对 所以说这个棋 作为黑棋来说 只能 对方一顶 基本上只能跟白棋硬拼了 黑棋也没有选择 对对对 尤其这边还有几个援军 这个确实 这个下法说实在 有点不太像 陈耀夜的棋风 我陈耀夜 以前的棋风 还是比较稳健的 但是现在能看出来 他还是 还是 有所改变 走得这么积极 确实让人有点想不到 黑棋也实在是 古这个 对 其实说起来 这个西藏队 西藏辅堂队 他这个上半城的时候 他是叫 拉萨城头队 在成都队 也跟了一下名 但主体没有变 然后拉萨队很有意思 这个西藏队很有意思 你看他们今年的阵容是 陈耀夜 陀嘉西 蔡敬 其实这个阵容啊 是北京队的一个班底 对对对 因为去年 这个西藏队的时候 西藏队宝级的时候 就是正好战胜了 北京队宝级 当时那场宝级大战 我印象中还是让我 印象非常深刻的 非常惊险 对对对 没想到这个宝级之战 完成了之后呢 队员进行了一些交换 大概应该是商界过去了 对吧 对应该是吧 总之是招至麾下 对 所以今年西藏队 也是成绩非常不错 对对对 是吧 刚刚也是一步一个脚印吧 能够进入前六名 对 陈耀夜是大家都应该很熟悉的 他是北京人嘛 他这个 这个少年成名 所以说这个 当然现在已经绝对是老大哥了 其实他年纪也不大 八九 应该是八九年出生的 所以他那个 有一个外号 大家都印象很深 叫豹子 这个豹子头 豹子头 他一般 比他小一点的 都是九零后 他呢正好是八零后的尾巴 其实应该也能算到 九零 其实我们旗杰是把他算在 这个九零这一步 豹一代 其实对 旗杰是这样子分的 这个贺阳老师 您这个是叫龙一代 龙辈 之后呢 像古利他们这一代 其实孔杰啊 胡耀宇啊 他们是虎辈 对对对 然后再之后呢 陈耀夜 周瑞阳 对 江维杰 对 他们是这个豹一辈 还有十月 这些 再往后怎么排 再往后就不排 再往后应该就是柯杰他们了 对 然后现在 应该说现在来说呢 应该就开始看00后了 现在比如说韩国的就是深真旭 他是00年出生的 这个就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对 只是后面的这个换代好像更快了一点 好快现在 年龄换 换得好快 就是 其实我们说柯杰对跟深真旭啊 他们两个年龄也没差几岁 他们差三岁 对那也没差几岁 按了我们那个年代看就是都是一代的 但他们现在看好像两个两代人一样 是的 好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旗上啊 好 这个先刺 这是没办法 这是没法扳机 这能沾上 白旗也是把这个补了 这个还是要补吧 这个不能不补 不补的话 如果你跳出来 它肯定是把它这个扳下去了 这扳是抵挡不住 是的 所以它现在是退了一个 然后黑旗是跳过来 这个就是白旗 白旗是我们看出来 它是虚晃一枪啊 这个旗就走在这里 它是动了一下 然后又从这边跳回去 对 这个有点 有一点这个 也是有点让人想不到啊 这边动出之后 它觉得交换几下不亏是吧 这个如果都死的话 我们能看出黑旗 这地方是白躲一手旗啊 这个应该是亏的 还是有点亏的 所以它怎么要利用一下 当然有个好处是 这地方白尖到一下 当然如果说 完全死得很干净的话 那黑旗肯定是 没什么不板意的 因为本来我们这个地方 不说顶嘛 还有斑的这种鱼味 这个地方你总是有一些心病的 所以黑旗 黑旗是 黑旗的前提是 肯定要吃掉它 看看白旗怎么借用 白旗是 跳 跳的话 黑旗是 靠下来 就靠住了 靠住也是比较强硬啊 对 这个是吃的最大的一个下法 它倒没有说 稍微 要中庸一点 往后退一步 这个它留了个下法 退一步 可能反而给了白旗一些机会啊 嗯这个这个它吃的不够完整嘛 对 它是希望靠下来 如果你扳 哎我尝 嗯 这样这样呢 我应该是吃的是非常完整 你再走 哎我尝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是它比较希望下场的一个形状 对 这样吃的要比刚才那个明显要大一些 嗯 这个是黑旗的一个意图 接下来白旗靠 白旗靠 哦 白旗靠 白旗靠显然是不甘心 这三个子就轻易的弃掉了 嗯 这个是我们这个 这个陈耀夜这地方下得非常灵活啊 冬一下 吸一下的 这个有点眼花缭乱啊 但是感觉有点 有点凌乱 这个还要看最后的这个 最后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下得好是灵活是吧 对对对 这个旗 不好掌握只能说 但是呢 嗯 但是这个旗如果要处理的好的话 这个白旗 要把它这些招法都能连在一起的话 那那那也是不错的一个效果 现在白旗啊 黑旗冷静的一退 对 白旗应该是先断了一手吧 嗯 嗯 没走这个 先断了一手 先断这个是吧 嗯 先断了一下 然后斑 这断也是一个 这是权力 这是白的权力 白旗是吃在哪 是吃在这 这是白旗的权力 断的话就将来 万一黑旗从一路渡过 嗯 这个一冲 可能会有一个接不归 对对对 有个软头的可能性 对 他所以他先 事先先做好准备工作 先做 然后斑 嗯 断 这就是 他还是 还是不愿意从二路斑了 这里是要求出棋 对 如果二路斑 他肯定就这下 更不就不用交换了 他交换了一下 嗯 他肯定是要 要那个 要这边要出点棋 要不这样 他死的越来越多了嘛 是 黑旗 黑旗也是不想给他接劲 正常应该是 也是要搬上来 啊 他也是不想给他接劲 嗯 这个双方都没有退路了 嗯 断 断 倒吃 走 嗯 这样是 挡下来 嗯 这个能看到 现在是 黑旗吃 我们现在能看到 这个断的用意了啊 这个断 基本上能看到 这个用意 这个用 这个就是 如果这边没事啊 我们假如说 这边补一个啊 这个 就是如果这个籽 没关系的话 他一沾 这是回不去的 哎 这三个籽 回不去 如果要回去 嗯 这样我们能看到 一冲 一走 白旗这样 可以把它扑死了 这就是他当初 断的用意 对 这样子是一个 接不归 一个软头 嗯 当然现在 黑旗外面 是有吃的 这个下法 黑旗肯定不会过去 嗯 所以他现在 这个白旗 必须要补一手 对 要补一手 要把这个籽连回来 对对对 这边 它不能沾 沾的话 它这一打 它应该是 应该是不能处理 其实这一代变化 还是 我觉得是一个 胜负关键处 嗯 这一代对白旗来说 还是比较 考验的 嗯 他怎么应对 如果没有应好 这边 呃 被吃掉了 或者说活得比较惨 可能 胜率就会跌下来 不 这个首先不能死掉 白旗 白旗如果这边死掉的话 应该就结束了 我觉得啊 但是如果活得很惨的话 白旗有可能也不成功 嗯 是这个 是这么一个 想法 嗯 实际上它是 并着补的 并了一个 并着也是 把这个籽 齐筋要连回来 对 然后它瞄着这个沾上 对 比较容易想到就是 这个要跑 这个要沾 对 就是 它如果虎在这儿 可不可以 嗯 可以啊 肯定可以啊 看看 有没有决意的变化 嗯 就这一代 比较关键的一个 对 我们看看 或者看看决意 有什么推荐 对对 打吃的时候 嗯 嗯 现在 首先刚才说了不能沾 是吧 对 这一代补呢 要么几个点 单沾 这个就是比较 果然是虎 这样虎呢 黑棋是肯定 这个如果这个 吃不掉的话 只能提这个 嗯 然后啊 白棋现在是要 把这个顶出来 这个下的阀是 比较狠的 这是要把这个顶 然后黑棋拐住 嗯 嗯 这样它应该是 这个 这个粘住 粘这个确实有点 没有想到啊 粘到这儿 这个单粘是 不管怎么说 这个棋应该是 白棋是要死了 对啊 这样子被一靠一断 嗯 这个 好像白棋 凶多鸡少 是 嗯 不乐观 嗯 但现在不能飞了 嗯 飞的话 被黑棋一跨 也是不行 这个形状 它应该是 正常是虎 嗯 或者跳出去 我们先看一个 尖出去啊 这样它大概觉得 这样这个梁子被吃了 它也不满意 嗯 就是这样子 虽然能够把这个 白棋拉出来 嗯 但是意义不大 是吧 它应该是觉得 这个伤到这边了 它觉得不是太满意 是 嗯 那这个图 嗯 我的理解应该认为 它觉得白棋 还是比较勉强的 因为它非要就这两个子 好像 好像是有点 有点 有点 过于硬冲啊 这棋 白棋十三尺 对 虎在这里 呃 病在这里 这个病 看起来是稍微 显得形状 它是有好处 就是如果你提的话 嗯 我直接就什么 我直接就跳出去了 啊 朝外 就比刚才的那个 速度更快 速度要快一些 这个是 嗯 这比刚才速度明显要快一些 哎 这个是它的用意 但是它黑棋 黑棋没有简单的提一个 对 提之前呢 它先打吃 打吃 嗯 这个 这个确实 先送死一个字啊 嗯 然后顶 嗯 这个 它要求 先手吃掉 上面两个字 哦 它相当于是 先送给对方 吃两个字 对 然后呢 我换回我先手 把这两个字给吃掉 嗯 这个 这个下法应该说 还是很大胆的 哎 因为 因为毕竟是自己控嘛 先送死两个字 这个 一般来说 是很难想到的 嗯 这样的黑棋的好处就是 上面 两个旗筋吃掉 对对对 嗯 黑棋也走得比较厚实 对 另外一个 我们能看见这个籽 这个效果不太好啊 这个籽现在成了一个 浴行了 一个大费籽 可以说是 嗯 甚至还有点副作用的感觉 嗯 这个下法 黑棋应该是 觉得是 嗯 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决议 给我们判断一下啊 现在黑 白棋呢 也是跳 是吧 嗯 这个变化图 现在是 决议是 这个 现在的胜率 已经非常悬殊了 黑棋胜率 已经达到99了 那就说明 这个 这个白棋的下法是 决议是非常不认可 虽然跑出来了 但是 没有活 嗯 另外黑棋 把这两个字吃掉了 嗯 这个就是 决议已经给出了 非常明确的态度了啊 一般我们说 胜率如果在60%左右的话 应该还是一个军事的 对对 其实到70 我觉得都 还好 嗯 但如果给到90的话 90 要 也看格局 有的时候就是半目胜负 其实他也到90 但是99的话 我觉得这个 那基本上没什么争议了 如果给到99 确实没有什么争议了 当然在职业比赛当中 某一方达到99 也有翻车的现象 是是是 但那也是属于特例了 其个别的情况 嗯 好 我们回到实战吧 实战这个 看来 那就说明这个 这个下法 李千豪这个下法 是得到了决议的认可的 对 白棋也只能跳 白棋也能跳 对 嗯 冲出来 哎 这个 这个提掉了 然后搬住 嗯 嗯 然后这个时候 可以其实 啊 稳健的把这个 爬回去了 下得很稳 嗯 这个决议刚才是 给我们的那个变化 是说要先搬一下 嗯 等于是 搬一个断点 然后再回来 好 嗯 它相当于是 虽然你能把我争死 但是把你断开了 嗯 它觉得这样是 更加的稳妥一些 嗯 说白了也更激烈一些啊 对 它的意思就是 要把你分开 但是实战 李千豪觉得 已经满意了 是吧 嗯 二路爬过就够了 对 这样子白棋 一手棋能够联络 对 这样 这样就是 你在断上来的效果 会没刚才那么有劲啊 刚才断完是能 不但是断开 而且黑棋 还轮到黑棋 对 又长了一手 当然白棋这边 是拔了个花 也会好一些 是 但这个棋 能看出来 李千豪 应该是 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 他 他觉得 不管怎么说 他觉得现在形势很好 嗯 所以他没有下的 最激烈的一个下法 啊 这个时候 好 接下来 嗯 黑棋靠上去 靠上去 破这块空 对 现在全盘黑棋的空 实地是不是也 也不少 嗯 这个 可以简单的判断一下 好 简单的判断一下 如果说 咱们先不进去啊 嗯 黑棋这块实空 是比较好算的 二四六 十目 十二十四十六十八 二十目 二十目是铁铁的 这块空啊 这个角空是二十目 肯定是有的 这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目也是 也是很稳 很铁 两边三十 三十 那这边出出的看 二十目是肯定有了 五十目就有了 嗯 这样我们 五十目还朝上 对 白棋的话 这块十目棋左右 嗯 十三目 十四十五 十六十七 十八十九 二十目 啊 二十目 然后加上这个潜力 对 那确实是黑棋比较好 黑棋的实地是明显理性的 对 我们看到决一给出的一个 呃 参考 嗯 他还是建议断上去 嗯 决一还是强调这个断点 嗯 觉得这个更积极一些啊 对 但这个棋 我猜测他是不会断了 这个李先豪 他如果要断 他肯定会刚才 刚才先扳一手 对 这个是我们以人类的角度来想这件事 就是他如果想断这个 他一定会按刚才最狠的下把下 对 他既然他他没按那个把 他就没想过他想分断 他就想跟他收幕啊 不过即使黑棋没断 就说明这一代啊 这个断还是很严厉 那肯定的 白棋还是 对 多多少少还是欠一手棋 如果这盘棋 咱们说现在是李先豪觉得形式非常不好 他一定会断上去的 是 这就是我们人类会有有有这种感情色彩在这啊 就是就会还是会根据这自己这个 这个就是没那么的理性 对 他不像AEI 他都是按照这个胜率来的 是不是 没有情绪的波动 嗯 好我们看回到实战 嗯 实战呢 黑棋靠上去 就是把你白棋上面的潜力呢 削一削 嗯 刚才我们也判断了 如果说这一代白棋没有没有成很大的空的话 那么黑棋实力 非常 还是很乐观 很乐观 而且我们黑棋这个空啊 我们说了一个这种空叫铁空 就是你很 你很难破掉这个空啊 确实 你看我这 这个脚 这个 十目 太实在了 很稳健的 然后这个 说实在我 也算个二十目也不是很过分 嗯 白棋 就是白棋 如果说这个地方成不了太大的空的话 其实它别的地方已经很难成大空了 当然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强劲 但是我这有个飞 嗯 就是黑棋是很好处理的 别的地方 对 所以这个时候 对作为白棋来说是非常难下的 这种棋 白棋 搬在二路 白棋 搬在二路 搬在二路 它应该是 它选择是搬在二路 它应该是要 还是要 攻黑棋 像这种地方 如果说 你要攻它的话 是绝对不能让黑棋在下面做出眼位 活出来 如果你搬上面呢 那就是比较注重 注重上面 这样它也是退 搬在下面就是夺它的眼位 但坏处呢 就是黑棋呢 也又把白棋压扁了一些 搬 先手搬 这个是把它压低了一下 那么黑棋 黑棋飞起来 黑棋也把这上面三个字看清 这三手交换呢 对黑棋来说 也是先手 起到了先手压缩的作用 压缩了一下 但也有亏的地方 就是它把这个吃给卖了 这个上面这个吃给卖了 木树稍微 稍微亏了一点 它亏了一点点 因为以后再吃 只能吃在这个二路上 对 我刚才是直接把这个点吃掉 对 但是呢 它确实也把白棋 稍微压低了一些 这个白棋 如果你再围空 你只能 如果是这么搬的话 那明显是要 围的要小一些了 给我压的 压缩了一下 所以白棋应该也是不可能去搬了 对 黑棋再三路搬 可能皮局很难追赶 对 白棋要下一些非常手段 白棋现在实战选的靠这里 靠这个 靠一手 这手怎么解读啊 周老师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你说的非常手段 他应该觉得正常手段不好下 胜负手 胜负手也谈不上 如果真胜负手 应该就要选择什么 往里回进去了 他应该还是一个适应手的态度 适应手 是问问你 你到底走在哪里 你是想 黑棋比较强硬的是搬 稳健一点就是退 两搬 两搬是比较强的 对 比较容易想到是搬 搬在这边 这是最狠的 这就比较强硬 如果搬这里的话 白棋会搬下去吗 搬下来 他这么跟你在打端 应该是会搬下去 这样黑棋 比如贴 就是黑棋要下得很强硬 两边贴哪边都行 我觉得 这个就很强硬的一个态度 这样就会很乱了 因为断点很多 这个地方是看不太清楚 这样的决议给了我们一个变化图 如果搬的话 这么打了 他是打了贴这边 打了贴这边 不管怎么说 黑衣搬在这边 外面是比较强硬的 这个就是形势一下就会很混乱 想成这样 下到十 黑棋应该是只能断打六位了 那对白棋来说 混乱一点 他还是欢迎的 对 这样他应该是 白棋通过一些棋子 大概 他大概本意是要吃 大吃上面这个黑棋三个字 对 这个地方 我猜测是虚晃一枪 他的目标是上面的黑棋三个字 刚才我们说了 三路搬起来 白棋是不能满意的 他要想办法把上面 这三颗黑子 惊吞掉 对 成大空 对 不管怎么说 现在决议给的胜率是 黑棋是压倒性的 这个胜率 现在 刚才是99 现在是98 对 区别不大 区别不大 这个棋 不管怎么说 现在是 可以看出 陈耀业是 现在是 非常危险 对 但是看这个 但是看这个 不乐观 局面呢 其实给我们感觉 好像还没那么 对 没有那么的差别 差距有那么大 有的时候 AI给出的胜率 真的是 更多是参考意义 我觉得 不能完全迷信 对 靠 他是退 下的比较稳 下的比较稳 班是可以的 刚才 其实陈耀业也是 我觉得他跟决议交手 也许是 这个棋手当中 最多的一位 他好像下了一两千局 陈耀业是比较用功的 非常用功 那时候他说他和 因为人类和这个决议下 尤其是刚开始 不太适应的时候 可能几十手 这个胜率 就已经很悬殊了 对 就是局面就局势已飞了 但是 陈耀业就是 就这么不断地练 就跟这个 叫什么 阿飞一样 不断地在练功 剑客 最后我听他说 下了一两千局以后 他说 基本上能撑到 一百多少胜率 还能保持一个军事 那就很厉害了 对 非常不错 还是非常不错 好 接下来 白鞋又是靠 这个棋 这部棋也是有点像 人工智能的下半 比较容易想到是飞 但是他觉得飞还不够满意 他还是选择这种靠上去 对 接下来黑鞋 搬 搬这个 这个地方下的 应该是双方下的都很巧妙 对 这个地方我能理解的是 它如果长的话 它如果是长的话 我的理解它大概是要搬这个 搬这个 搬这个 或者搬这个 搬这个也有可能 这样你断的话 我这么可以打 如果你这时候再断 你打好 我这么打下来 再粘回来 这个我 这样你不能吃了 你不是不好意思 你现在打我就把你打坏了 反打 对 这个 这个是我 我猜测的 它的一个意图 它大概 它为什么要靠在这 就是大概是瞄在这边的下方 有它这样一个构思 这是它的构思 但是黑棋呢 也是下得很强硬 它是选择是搬了 这就是 哇 这个 这个应该是 真的是像你说的 应该是跟人工智能 跟决议学的招 这个 这个以前是 我们这一代人是很难想到 这种下方 搬了之后再断上去 对 先这边搬两下 然后再从这边断上 确实很难想象 最终呢 还是要把上面这块 黑棋卷进来 目标是 要 不仅是强攻了 可能是要 最好是能有所占果 对 它是 其实下了半天 还是要把它分断 看来 但是这个子被吃掉以后 这块棋好像 不好吃了呀 对 但是它现在也有 也有所得 它能把这个子 蒸回来 只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 吃掉这个子 它的战果不是太大 有一些战果 但是呢 似乎这个战果 按这个决议 给我们的胜率来看 不够明 不够扭转局势 现在黑棋刺 这首刺 应该它觉得是先手 如果是 如果沾呢 沾就是 它当便宜了 我猜测 就便宜了 我觉得是 应该是这么理解 白棋脱线 还是在上面攻击 它是 现在是 点一个 你手气 剔干净 然后搬起来 这个有点 让人吃惊 它就是抢这个 这个冲断 不比这个大 是吧 这个地方 他觉得你 不敢脱纤 那只能这么理解 就是说 或者是一种 拼搏的态度 就是说他 他大概 比如说刚才沾上 他大概就怕 对手长这个 他觉得正常下的话 正常应该就这么下 但正常下 他没信心 应该说是 陈耀业觉得那样的下 他觉得没有 没有信心 所以他要这么下 希望你补一个 然后再补回来 这样他又抢到一票实地 这样他觉得 才能跟对方抗衡 那对李向豪来说 他觉得 就算我形势好 也不能过于退让 是吧 这个 这个主要是 这个冲断太诱人了 太诱人了 这个冲断太诱人了 这个地方 大多数骑手 我觉得大多数人 这只要是 因为这种骑 你说空间那么大 只要说 他觉得不可能死的话 都会脱线 拔一朵花 对对 这还拔了朵花 而且这个鸭呢 还是有先手味道 所以这个有个 这么大的意思 总觉得不可能死 对 先把这个脚 这个实地先捞了一票 对 但我们能看出来 这个黑棋 李先豪啊 还是能看出 他这个优势的心态啊 这个棋 正常的话 应该是要长着吃 对 这样这个脚上的木树 要好很多 对 关子更好 这个等于这个脚 全是黑棋的了 但这样呢 这个白棋呢 会这边 味道上 确实是 黑棋会有所考虑啊 对 比如说这个压起来 这个有可能会有点先手味道 但你吃在这儿呢 这明显是给白棋留了一个什么 大关子 这吃完这样 这个白棋 一楼 这个关子的这个 还是很大的 所以说 如果说它是形式 如果觉得这块肯定火 它肯定是会长这个 这个地方 作我们这个职业去手来说 这是太想长了 这个地方 吃的要大得多 对 刚才 吃战 它吃在这儿 还是有所保留 有所保留 你能看出来 它对形式的这个解读 我们一般说下棋 下棋叫手弹 通过这一步棋 就能看出李千豪的 他的心态 他已经 已经是感觉很稳 十拿九稳的那种感觉 现在形式比较乐观 觉得没必要下得那么狠 对 他是觉得是非常不错 还是稳一点 现在还是点 这个是杀招 这是要开始杀黑去了 对 必须强攻了 对 压 我们说压是基本上先手 他已经提 可惜跳出来 跳出来之后 确实这块棋 不好吃 太难了 这个地方空间还是比较大 这个 这个最主要 我觉得一个问题是 陈耀叶并不擅长吃棋 这个棋如果是鼓励来的话 我认为还有点棋 但陈耀叶的棋风 它是 就是不是擅长于这种 擅长 它更擅长制孤 对 它应该是拿黑棋这一方 拿黑棋的话 它就活动开了 是这样的 现在这块棋 黑棋之孤 我觉得对他们这样等级的棋手来说 都不算难 是吧 对 还是要看形状 这个形状应该说空间还是比较大 所以说 这棋是贴回去了 对 正常想应该还是要把它扳断 这地方他不把它扳断 很奇怪 这个就是攻了一下又回去了 这个正常还是想着先把对方分断 对 如果扳的话 黑棋会怎么应对呢 怎么应对 这在问李先皇 或者问问决议 如果我的话我会去跳一跳 套的时候看看决议有什么推荐吗 对 看看决议 决议说就扳的话 也是扳 我们看一下 决议说是就长一个就够了 就淡淡的一长 然后他点 跳 这个决议的下法明显不是在持棋 我们能看出来 他是 这个决议的下法是在 收空 收空 这个下法他是明显的收空 但是这个收空的话 胜率也很不乐观 黑棋的胜率还是99% 应该说是 收空现在看来是太不乐观 因为这个地方 白棋搬这个和这个实地来比的话 确实损失更加惨重 所以说这个地方 现在收空的话难度挺大的 从胜率来看 李轩豪倒是一直都是保持着一个优势 还是比较明显的优势 对 那说明他就是这个决议 给我们的就是这个地方的作战 白棋太失败了 别的也没看出白棋下的哪点不好 靠他贴过来 靠他贴回去 黑棋是 跳 争取联络 对 这个黑棋联络回来之后 如果说这个形式 黑棋不是很乐观的话 这个地方 其实还留白棋 还是留了一个 断上去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地方 白棋毕竟没活 还是要小心一些 冲 如果你挡的话 它应该是要断上去 如果挡 挡的话 它应该是断上去 这个是要提防的 所以黑棋下一步 下得很巧 是跳一个 先跳 你如果白棋冲 冲的话 冲它应该 它是可以扳的 或者它虎就行了 我要这个扳和这个 剑合 两点剑合了 对 另外黑棋其实这边 你白棋分段 它只要眼形不差 也没问题 黑棋这个活棋的余地 还是比较大的 它瞄着这个斑 所以说 把棋联络 黑棋就是把这个 粘住 这样子呢 大块是吧 主体已经联络了 但是可能 这些什么挖一挖什么的 还是有一些 有小问题 对对对 应该是一吃这个地方 我们能看出来 应该是有个节征 最简单就是一吃 你要粘的话 我这明显有成端 你粘的话 我那个提过来 是 当然再好一点 大概还有袜子下发 但是黑棋这个地方 确实是还是 留有了一些手段 这个白棋 这个通过这两手棋 还是有效 有一些战果 对对对 接下来白棋 把这个飞到 白棋飞这个 飞这个还是间接的不断 对对对 这个断还是 刚才决议一直在 在提醒我们 说这个断点很厉害 现在确实是 这边如果路被封住了 这一段 这块白棋 这块棋还没有暗定 所以这个飞是当务之急 飞棋简单爬 飞棋也不用下得太强硬 你看他下发了 很简单 很简明 对 这盘棋 李先豪给我的感觉 是非常有自信 下的 这个叫不急不许的 慢慢慢慢地推进 这个让人很吃惊 是不是他们对 能够进入这个季后赛 能够进入夺冠区 已经是松了一口气了 对 另外他应该是 对自己的实力很有自信 能看出来 而且对陈耀业 胜率还不错 是吧 方方便便来看 他都应该是比较 心理上占点上风 是 但从以往战绩来说 就是说 不论是大赛的成绩 还有各方面 对 都是陈耀业是非常 没错 没错 非常非常强劲的 陈耀业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冠军三贯网 是吧 是是是 李先豪最好成绩 应该是全国各人赛 甲祖冠军 全国冠军 全国冠军 全国冠军队 世界冠军 但是李先豪 这旗下的是 非常的自信 能看出来 对 而且是尖 要出手了 这边确实是要 不能再松弦 它尖完之后是挤 是吧 它先挤 这个是它的权利 挤完沾 挤完沾 这个 这只能理解是 读秒了 这个挤是肯定是先手 对吧 围甲呢 也是每方两个小时 对吧 每方两小时之后 五次一分钟读秒 下到现在 应该是要进入读秒 能看出来这个黑棋 黑棋的下法是有些犹豫 这个 刚才就一说 一直说这一袋呢 其实还是黑棋有点薄味的 对对对 现在白棋呢 就是马上出棋了 但是这个下法 我看着黑棋 就是黑棋的犹豫的一面 它挤完之后 我猜测它大概是想 把它给粘回去 它大概是有这个心态 可不可以考虑 它是大概是有这个考虑 这样的话 白棋应该要断上去 白棋肯定是断上去 它是挤的话 它应该是在想这个 这样断的话 断的话应该会非常混乱 对 但是如果按它实战的下法 它准备打结的话 我们能看出 它这个挤明显是一个问题手 那它肯定应该单粘 对不对 你提结的话 我这个是一个结材 白差一个结材 对 眼见的结材 这种失误 这个肯定是一个失误 就是说按它实战的下法 这是一种失误 就是它如果 这一个结材 尤其这么大的一个结材 有可能 如果是形式非常细微的话 是很有可能是一个致命的失误 但是能看出它的 我猜测它是独秒了 独秒的话 它才会 就是 就是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没敢冒险 我们看到 决议给出了一个参考图 就说黑棋还是要站住 可以考虑站住 它是 如果站的话 白棋断 黑棋飞回来 联络了 还是能够连回家的 对 这是决议给人 这样进行的话 黑棋胜率还是有97 对 依然是 依然是 非常高的 明显的优势 对 也能连回去 可能李轩豪是 保险起见吧 保险 这种地方 应该是独秒的时候 对 犹豫 说别 那个哪个地方 自己没看清楚 对 是 因为毕竟独秒了 它应该是 它怕自己无算的地方 对 没必要 它觉得 但是你没必要 就是它 就是它就不用挤这个 它有点犹豫 是吧 对 这就能看出它 前后有点矛盾 对 就在这 好 还是粘回去 体节 对 这样的话 就出现了一个节征 这个节 周老师 这个节的价值 大概有多少目 这个 这个价值还是不小的 这个能出出的一看 这10目 12416 这20目 而且它节能消到这 这绝对在20目以上 20目以上 如果要 我觉得应该是在25目左右 这当然这是出出的一看 但是25目现在其实是非常大的 因为没有那么大的棺子了 也没那么大的棋了 所以这个 这个节还是 如果形势很细微的话 这个节还是非常 影响胜负的一盘棋 对 黑棋也不能大意 对 但黑棋我们能看到 是白浪费一个节材 这个是黑棋非常心痛的 好 它冲 冲是它的节材 对 沾上 提掉 白棋应该是 斑 这个黑棋也要硬 提掉 这个是要打一阵了 提掉 这是黑棋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材 我们下棋的话 找节材 找这种节是最好的 一边收关 一边打节 对 下棋这个找节材最好 千万不要找损节 是吧 对 就是找这种 又是一边 你有所得的节材 然后对方还必须得硬 有的时候 我就很多我们旗友 找打节的时候 就是你一边找损节 打最后这个节 已经无关胜负了 对 打了一圈节之后 别的地方大概损了20目 然后这个节节 本身就是25目左右 对 所以打完之后 这个节 别人消节 你就算打赢了 也输掉了 所以不到万不得意的情况下 千万不要打损节 这个也有一句话 叫做这个 第一手是怕打节 对吧 对 打节的变化 其实打节确实难 你看就AI 刚出来的时候 周老师你有印象吗 他其实也是尽量避免打节 对 因为打节要产生 很多种未知的因素 对 是这样的 这个打节应该是围棋的 一个独特的一个变化 对 这个就变化一下 就是乘几何几的往上走了 好 现在黑棋提 黑棋提过来 上面顶过之后 现在白棋顶 这也是 这也是节 这也是节 这个不能被冲下去 对 这个冲本身估计也有20目 是 这个地方唯一的 就是说黑棋当初 这个地方 你看现在如果要是长 这差太远了 对 然后黑棋冲这个 黑棋冲这个 冲这个白棋 还是里了 这个应该说 现在正常来说 这就不是节 但是因为形势 我们刚才说 黑棋的实地 还是比较多的 尤其黑棋这个地方 还是把这个角 白角变黑角 所以说黑棋的实地 是增加比较多的 如果消节的话 这个地方被黑棋冲出来 他觉得还是不够 这棋 这个冲出来 大概也就是十几目棋 那个肯定比这个大 但他觉得还是不行 他要撑住 要撑住这个节 提掉 然后 冲了去白棋提 给白棋找节 打这个 打这个 然后提 黑棋斑这个总不是节了吧 这个斑 这个节是越早越小 对 这个斑还是节的话 是不是 哦 还硬了 还硬的话 这个节打得过吗 这个斑确实还是 还是硬的话 确实让人有点吃惊啊 这个我们 我觉得我们还是稍微判断一下 这个如果是提的话 我们假设说这个棋 黑棋 我们就长一个吧 或者跳 补一个 像下成这样 它立下来 应该这是比较容易想到一个图啊 对 这样的话 我们 我给大家简单判断一下 这个棋 黑棋是 刚才这四 六 八十 十二十四 十五 十二十五 二十五 这块是二十五 这块应该大概这加一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六 这块是 十二 十四 十六 十八 十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四 六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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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不到了 黑棋有六十五 差不多六十五 五 五十五 白棋 白棋上面是 一二三四 五十七 八 八十九 主要就是上面的这块大空 上面的空看起来也不少啊 也不少 我数一下也有五十五 五 左右 也有五十五 那下面这个有 这个还是有点薄 被立到以后 是吧 我们看到决议给出的胜率 就如果这样进行的话 黑棋的胜率还是九十五 九十九 那就是还是 还是验证了啊 就是说 如果白棋体节的话 还是不太够 还是不太够 那如果这样正常收官的话 正常收官 因为这地方还有点欠的 这地方也是欠了一些 黑棋的潜力会多一些 对对对对 所以对白棋来说就很难了 到底来说这个斑 很小了 很小了 但还要硬 这个要再硬就是很困难了 对 应该说现在黑棋 我们能说李先浩这番棋 下的还是非常好的 对对对 好像一直掌控着局面 对 这个棋 对方 如果说连这种地方 都要是强行的要硬的话 那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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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好下了 这个棋 我们回到实战 他应该 如果硬的话 他就提节 但是还要硬 这个硬 那这黑棋的节差太好走了 这个棋 好 我再不承认这个黑棋的节差 下一手 白棋利 这个 这是先手 不走的话 可以跳下来 跳下来倒是黑棋是能活是吧 能活 但是他觉得大 逆收相当于 这个黑棋现在是 就是 确实 其实是可以不硬啊 如果是我的话 百分之 百分之九十九 是不会硬了 这个棋 这一代其实它是活棋啊 对 就是说这个棋 如果沾上的话 它跳 这个棋完全是会 我冲嘛 不用冲 就是挡嘛 这白棋应该是 搬也搬不进去 应该是点 跳这个 我就爬一个 对 做活就好了 差不多可以看成这样 走一个 然后黑棋 可以立个活 这个是 这个是完全没问题 当然白棋这边是有跳 这边大家有吃 大概白棋会收这个棺子 这个棺子也挺大 很大 对 这个是比较容易想到的 一个变化图啊 那黑棋还要把这个 回过来 确实有点 这个 这个有点 继续打结 不怕打结 不过它确实有这个心态 因为你连这个都要印的话 那我后面这个连斑 肯定也是劫材 这个它确实是 觉得我的劫材还是很多 对 不怕打结了 因为对黑棋来说 心态也很好 它只要占一点便宜就够了 是的 它打吃 打吃 这肯定是要硬了 嗯 提 那冲是芥材 就不要硬 现在白棋是 越来越不好找结了 对 可以提 打 长 应该是再提结吧 这打了两下 白棋的 我唯一对李强奥比较可惜的是 他这个浪费了一个 非常舒服的 看着有点 高手看这种棋 就有点心痛是吧 白插一个 这个很舒服 这个结跟这个顶是一样的 这个结才是 就是这种棋下上去 心情可别好 是是是 又是抽一个棺子 又是打一个结 这个是最舒服的 对 白棋 白棋端这个 这肯定是结 要提了吧 这个结 黑棋 假如说现在黑棋 就是收两部棺子 是不是 请示就可以啊 应该是可以 但是我猜测啊 你要收它 应该还是要会继续打 要如果不打的话 那黑棋 比如说我 我如果立一个 你白棋 如果不去吃这个 你消结 那他黑棋虎过来 那白棋还不如当初这个下法呢 就当初我们刚才说 不搬这个下法 就直接消结 对对对 我们刚才算这个消结 大概 二 四 六 八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一 二三 二四 二十多目 加上黑棋这一目 二十五目 朝上 是吧 就二十五目左右 这个样的一个 结征的价值 不过当初 也许他有可能是怕人家断上去 是有一定可能 对刚才好像 他就如果 如果不硬 如果不硬 也许是怕人家断上去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没有计算 这个地方也许他有这个担心 对这个是不是拿不住这个字 有可能 他大概是有计算的 实战的话 这个结 反正白棋是非常被动 我们能看出来 现在白棋是 有点有点被动 这个棋 白棋 黑棋现在是非常好下 对 黑棋点 点这个 这是要马上断这个 对 这个 白棋没有粘 白棋没有粘 这个应该是 没粘是胜负手了 这个时候 它是 这个断不仅仅是 这个断这块死了 主要是断上面死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一断必须得跑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白棋是实战是选择吃这个 这个是应该是胜负手的体现 这样子的话 黑棋能直接断上去吗 断上去它应该是要拼命了 这样它是要挑出来 这样子有点乱了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乱一些 这样子不能 黑棋首先不能冲断 对 它只能贴 对 贴它长出去 因为这个子已经断打了 这一袋 这个你 你跑过去 如果你冲断不了我 你也没有用 是黑棋是必须的 又跑过去还得把它冲断 这样子的话可能不行 有些混乱 对 但是不能冲动 不能断上去 黑棋本身它是只是想找个结 它其实也没有说要吃白棋 对 它只能粘上 粘上 这手棋应该没有 对 粘上 粘上我们看看白棋 白棋还是补了 它是跳着补 跳着补 这个应该也是胜负手 它是现在就说 我不会下简单的 对 这棋我一定是要下最凶狠的 现在它不能提是吧 它现在提 提它这个地方就是说 一段 一段 你跳的话 它应该这边在贴 贴着先手 对 这个棋 嗯 它贴 压一手或者贴 先直接贴 直接贴就可以了 对 然后先借它一下劲 对 这个 包括这块白棋也不能死 所以这个白棋确实是太微动了 所以不能小结 嗯 但是呢 它虽然不肯接回去 但是它还是要下得更强硬一些 是 在接之前 它希望 这个地方走得越复杂越好 对 还是跳 黑棋继续提 充 充这个充 也是解 这个代音 这一期也没有关系 对白棋来说 没关系 没有档 没有档 反击了 它是想补在这边 它是想补在这 补在这边就跟这个补在这 是也像我一样 对 李玄豪 说不要再打了 保存一点体力吧 贴上来 它贴也是非常机敏 如果它是 其实本身它是可以吃在这的 吃在这呢 它应该是怕对手什么 拐先拐打你一下 不舒服 所以我如果能贴着一下 是最好的 对 这个贴呢 应该说问题不大 这个贴是问题不大 因为白棋现在是不能就这个子 如果就这个子 黑棋 我们比如说这么顺着走 这样我这个下法已经应该很多了 我看看这直接 我应该有好几 我就这么下也行 我再把先手把你打断 对 这个打在想上 然后再一粘 这你肯定不行 这个 你尝我就 这边我先回去就行了 我这个冲段和这个飞段 你是剑合 是 这样比较简明 这个非常简明 这边现在 如果这个死了 这边所有都是小问题了 这个太大了 这条大笼 对 所以它贴呢 它应该是算 就是说你不能反击的 对 你要一反击 我这个就把你打断了 白棋现在是 白棋顶 现在这盘棋应该说 陈耀夜是下得非常艰难 可以能看出来 黑棋 然后再把这吃回来 这个棋 黑棋 这个时候棋省了 应该说这个吃在外面 肯定还是比这个过去要积极的多 这个冲就是一些 木树 因为地边把黑棋已经很厚了 对 这个木树应该 没有什么担心的 石木棋都不到 那这边 就是一吃到这 对白棋 这个条边都是起到了一个 这四个子 应该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对 黑棋感觉越战越勇 对 现在白棋提截 提截 黑棋把这个立下来 立下来 这个本身棺子就不小 对 同时呢 立下来之后 这几颗白子 似乎 眼位是明显是有点浅 对 是不是就已经 这个现在是 是不是已经就被吃掉了 这个提子这个位置 已经明显是 都快不是眼了 这边是绝对做不出两个眼 是的 现在白棋消结了 这样就进行转换了 对 这个就是转换了 然后白棋 黑棋把这个拉出来 拉出来 那立下来是 这几颗子已经是被 已经是吃掉了吗 就是下面现在白棋 肯定是活不了了 现在黑棋最简单的 就是这么一跳 是肯定死了 但李强豪是想 这个吓得更狠 对 他是要吓得更狠一些 这个地方能看出来 李强豪还是 他算轻的地方 还是不手软的 是 但是他是 我们看他手软的地方是 大概是 有可能是觉得 还没有算得特别清楚 这个是 黑棋下的是 非常的狠 这个是吃的 最大的一个下巴 哇 这样子 白棋再把这个冲过来 把这个冲过来 这个冲应该在 应该是 四六七 不到十目 大概小十目的样子 冲下来 黑棋 围一手 围一手 这个有点胜利宣言的感觉了 因为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确实还有打断的这个味道 这个地方如果打断是没问题 现在打断了 打断 打断这个 没长 长的话它冲过来就行 如果这棋长就冲就行 冲过来 这个棋下面是完全没问题 我们能看出来 你吃 我提 你再打 没用 我就提 这个是 这两个都是后手一只眼 对 这个立完之后 你这个也没做出来 你团这个 我一扳你就死掉了 所以没有用 这很稳妥 这个地方白棋是没什么招 黑棋下的很稳妥 现在是 跳出来之后 糊 糊这个 白棋现在收光还够吗 白棋 黑棋跳 应该是从 从近程来看 应该是 不太够的 对 从近程来看 现在是白棋 是 就从他们两个人 这个招法来看 是黑棋下的是 非常的简明 好 这一盘棋 最后一首就是黑棋提 黑棋提了之后呢 白棋确实是看到回天无力了 中盘认输 周老师还要 需要判断形式吗 还是说这个已经比较明显了 可以简单的判断一下 这棋我们可以简单的数一下木 这个地方 好的 确实是双方的木数都非常大 我们看看 这个地方 黑棋这一块是 十二十四 木数都不少 从近程来看 黑棋应该是明显的优势 七十五 八十二 八十三 我简单数数 黑棋是八十三木 朝上 大概接近八十五木 对 白棋是一二三四 十四十六 十七 十八十九 二十二 一二 二三 白棋也长了不少木 五十五 五十三 这块大概五十三四木 五十五 六 五十七 五百五 六十一 这好像确实数很多了 我数白棋是不到七十 那么就排面要十多 十五木以上了 对 就是黑棋大概接近八十五木 白棋是不到七十 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对 而且况且现在是说实在 这个这个关子已经非常有限了 那么这盘棋呢 的确是现在进行到二百零七手 这个胜负的差距呢 是比较大了 所以这盘棋是李宣豪 直黑中盘战胜了 陈耀业 也是为重庆队是先下了一城啊 对 得到了一分 那么今天因为是季后赛第一轮的首回合 是吧 今天还不能决定谁晋级 是 对吧 那么明天呢 也是将会有一天的休息日 给大家一个宝贵的休息时间 在后一天 也就是这个季后赛的第一轮的第二回合 到时候就会决出哪只队伍可以晋级 哪只队伍可以率先上岸 对 好的 那么今天的直播呢 我们也就到这里啊 这个 但是也希望那个各位观众呢 继续要关注我们的赛事直播 也关注央视频是不是啊 我们这个直播也是在央视频当时 同步的给大家播出的 对对对 是的 这个我们央视频同步播出啊 嗯 啊 现在重庆队呃 我们不知道另外三局的情况啊 嗯 反正他们是已经先得到了一分 嗯 对我想起聂老说 聂老说 其实这个 中冠区的前八支队伍都有冠军项 是 周老师您觉得呢 嗯 我觉得 前八名的队伍应该说都还是 都还是有冠军的可能性啊 嗯 好的 这个接下来的比赛将会越来越有趣 越来越精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各位观众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